太恐怖校园怪谈来了 八个故事,八个怪谈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变美的怪谈 校花小鸥是学校的名人 因为长得漂亮,她很受欢迎 爱母羡慕她的美 渴望变得跟她一样 她在网上不停搜索着变美的方法 突然冒出一个网页 上面宣称她可以让爱母在一夜之间变美 但是她不能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不然她就会失去一切 她犹豫了良久 选择接受这个条款 下一秒,门外出现一个黑色盒子 上面写着旁男嘉兰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瓶奇怪的粉色药剂 爱母喝了下去 她真的变成了一个大美女 同学们都羡慕地看着她 围着她要合照 小鸥看到爱母变美 心里有点不适滋味 在社交平台上 爱母的粉丝渐渐超过了她 这让她很不爽 另一边,爱母变美也产生了副作用 她时常有一种幻觉 自己的脖子出现了奇怪的线 只轻轻一扯 现就割断了她的皮肤 小鸥找到了爱母 也要为她介绍经纪公司为借口 询问她是怎么变美的 爱母不敢多说 可是小鸥直接上手拽她的包 说她和鬼做了交易 心虚的爱母扯开她的手 赶紧离开了 爱母回到家 自从喝下粉色药剂后 她时常有一种想要吸血的冲动 桌角也被她的指甲划得稀烂 她渐渐变成了一个怪物 第二天 小鸥在学校拍摄宣传照 完事之后 经纪人还把爱母也挖来当模特 她生气地离开了现场 听到所有人都在讨论爱母 她来到教室搜索爱母的背包 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盒子 里面散发着奇怪的味道 小鸥开始偷偷观察爱母的行为 甚至在她隔壁租了一个房间 她发现 她竟然偷偷捡动物的尸体 在解剖客上 还想吃死掉的青蛙 甚至莫名其妙扔掉好多食物 晚上 一个变态大叔来到爱母家 却发现了可怕的一幕 她还没来得及逃走就被抓住了 小鸥照着镜子 她变得越来越难看了 这时她看到门外爱母留给她的纸条 她让她不要再继续生蛙下去了 不然后果自负 她生气地来到学校 和爱母大吵了一架 被老师制止 小鸥一直追问爱母 她是如何变美的 见爱母不说 她把一段视频摆在她面前 那正是她减小动物尸体 和吃青蛙的视频 爱母健壮只能把她邀请到自己家 她的家里散发着一股恶臭 但这对爱母来说是香味 原来自从喝了那瓶神秘药水 她每天都要吃腐烂的血肉为生 她把神秘饮料的事情告诉了小鸥 为了变美 小鸥迫不及待地翻出饮料 把剩下的半瓶全喝光了 喝完饮料恢复美貌的小鸥 突然看到了爱母的尸体 她竟然变成了可怕的飞头蛮 原来饮料上标的庞南加兰 意思是食肉恶灵 而那粉色饮料 就是恶灵的口水 喝完之后 他们就会变成同类 门外房东阿姨敲着门 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吵 两人闻到了孩子的香味 口水直流 门缓缓打开了 里面散发着可怕的红光